接下来的新闻要告诉喜爱露营的朋友们 观光署花动纵管处第一次开放凤林油漆区 也即将在10月19号并推出两天一夜的露营乐逍遥活动 以五大主题邀请到充满重古风情的梦幻一品亮点店家 为了鼓励大家能够在地震之后 继续的来支持花莲观光产业旅游 凤林油漆区历经了20年的优化 终于将在10月19号开箱园区 引进了马滩溪水营造了水岸营地 并保留了原本大自然的生态 朝向FICC国际露营协会四星级的标准规划建设 那四星级的营地就是它每一个区位都会有公厕跟这个淋浴间 那每一个营位呢它都有自由的流理台 所以是游客来到这边是非常舒适的 为了鼓励大家在地震后 到花莲旅游 观光署花东重管处10月19日起 一连两天在凤林油漆区 举办了花东重谷大露营 消息一出 营位马上就被秒杀 不过没订到营位的游客没有关系 只要活动期间18、19、20号 在花东住宿的游客 可以凭着收据跟预定资讯 兑换100元的原油券 限量只有300张 邀请大家享优惠拿好康 我们预计是在10月19号跟20号 会办理重谷大露营的活动 我们等于就是把过去这20几年来 没有开放的营区 做一个开箱的动作 希望所有的游客能够来这边体验 那我们会有两天的活动 欢迎一般的游客进来 因为我们这里面有邀请整个重谷的 包括园民跟我们观光圈辅导的特色店家 会有一个市集的活动 甚至会有草地音乐会从两点开始 那如果你来这边没有原油件之外 你还可以购买它的消费券 用90块可以买到100块的消费券 等于是打九折的意思 那也是很优惠所有的游客 当天下午两点开始 也邀请了五大主题 重谷风情亮点等店家 手工DIY体验 原住民元素活动 以及生态导览 欢迎游客来放松体验游玩 记者张明探石玉兰 在凤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